大家都觉得在家里面做饭好像很辛苦很累 而且油盐很大 其实今天我要帮大家介绍一个菜式 我们用烤箱来制作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轻松的料理方式 当然了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一道焗烤洋芋牛肉 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用的材料呢 是这个美国牛的胸腹肉 那么这块胸腹肉的好处呢 就是它的油脂含量相当的丰富 所以吃起来相当的柔软 那么喜欢看日本美食节目的人 应该也都知道所谓的雪花肉 吃在嘴巴里是入口即融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口感 我们在市面上的那些连锁的牛丼饭的这种店里面 吃到的牛丼饭 其实他们使用的也就是这一块美国牛肉的牛五花 其实在卖场里面 你可以看到如果它标叫做这个牛五花肉 雪花火锅片 雪花烧肉片 这通通都是指这一块胸腹肉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在卖场里面最容易买到的一块肉 而且我个人是觉得很方便啦 大家可以看到在烧肉片 大家买回来烧肉片的尺寸厚薄大小 其实你打开来就可以用了 你连自己家里面的厨房砧板刀子都不必使用哦 打开来 那么等一下起油锅以后倒到锅子里面就OK了 那么我自己个人是觉得真的挺方便的 那么在家里面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呢 它也不太挑剔你的这个烹饪技术 通常你都可以把它料理的相当的甜美多汁好吃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要做今天这一道焗烤洋芋牛肉 好 我们首先该怎么办呢 首先当然了 虽然我们今天是要去焗烤 可是还是需要先起一个简单的油锅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要使用洋葱来做它的配料 做中国菜的时候 不是大家都要学会 都要做一个动作叫Campang吗 对不对 就是爆香这个动作 其实做这种西式的料理也是一样的 这少许的油放进去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洋葱全部倒进来 洋葱倒进来之后 你也不必急着一直在拌炒它 我们就让它在油锅里面慢慢地待着 不时地翻动它一下就好了 让它用中火吧 慢慢地煎香 煎到这个洋葱变成有点透明的 那甚至呢有点金黄色都不要紧 重点是洋葱要炒到软 一定要炒软 好 现在锅子里面的洋葱稍稍有点变色了 也炒得这样软软的 那么我可以直接把它这样子推到一边去 那么接着呢我就可以放牛肉了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帮牛肉稍微调一下味 那今天我们需要用到的是一点点的咖喱 好 咖喱呢等一下 因为我直接可以撒在牛肉上面 那么等一下拌炒洋葱进来的话 这样子才可以跟洋葱融合在一起 然后呢倒少许的酱油 然后一点点糖进来 因为我放酱油的这个菜 放一点点糖会比较好吃 好 这个时候呢我会倒一点点啤酒进去 为什么我倒啤酒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家里面会有前一天剩下来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做菜的时候把它加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反正我们里面要加一点酒类 然后让这个菜的味道更丰富一点 那么啤酒是我个人觉得 跟它搭在一起的味道相当好的 相当好的一个选择 不过当然了 如果家里面是不饮酒的家庭 可以把这样子的水分改由高汤来代替 但是一定要加一点点的这种高汤或啤酒 或者是别的酒类进来 原因是因为 等一下我们放到了这个菊米里面去烤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点时间 那么如果你都没有放一点点这种水分的话 等一下烤完了以后 它整体的那个会咸太干了一点 好 这样子等到烤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熄火 那么放到菊米里面 我们等一下要来拌这个上面盖的这个洋芋的位置 好 现在呢我把所有的这个牛肉跟洋葱丝啊 全部都这样平平的排在这个菊米里面以后呢 那么我要来做上面的 盖覆盖在上面的这一层洋芋 今天我选择的是小小的洋芋啊 大家可以看到横剖面是这样切成这样薄薄的薄片 那为什么要把洋芋切成薄片呢 因为等一下呢 这样薄薄的洋芋片啊 吃在嘴巴里的感觉呢 会比较就是外脆内软 而且很快就熟了 如果你切得太厚的话 你可能焗烤的时间会烘得非常的长 如果你里面放的这个汁不够的话 一下子就会发干了 好 那么现在呢 这样子切成薄片的这个洋芋片 我们把它倒到钢盆里面 我要先帮它做一点点调味 因为如果等一下等烤完了再调味 我怕它不太均匀 好 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而且我这个洋芋干干的 你可以看到没有水分 水分要先把它吸掉 因为否则等一下我们要装 就是要倒一点这个橄榄油上来 橄榄油很容易就滑掉 那么你的橄榄油可能会要用的 这个分量就会太多 好 盐放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要放一点点的这个红椒粉 这个红椒粉有趣哦 它是一种匈牙利的红椒粉 看起来红红的 有香味 但是不辣的 那这种如果说怕辣的这个朋友 其实不用太担心 好 橄榄油倒一点进来 但是一点点就好 我刚刚大概倒了一匙不到 那么这纯粹都只是为了要让它调味一下 如果你不到橄榄油的话 等一下烘烤的时候 那么你会发现它洋芋比较不容易上色 没有油脂的时候它不太容易上色 但是如果你倒太多又有个问题 那么因为洋芋等一下是铺在这个牛肉的上面 那这个胸腹肉这一块 其实它是一个油脂含量 本来就比较丰富一点点的这个肉质 那么如果你的上面的橄榄油倒的太多的话 等一下它就流到下面去 跟牛肉本身的油脂合在一起 也许喜欢比较清淡口味的朋友就会觉得 这样子是不是稍微油腻了一点 好 全部拌完了以后 因为我刚才用了红色的甜椒粉 可以看到洋芋的颜色很漂亮哦 会有一点点红色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要把它像鱼鳞一样 这样环状的排在我们的这个牛肉片上头 你要怎么排随便都可以 自己觉得方便就好 你可以从里排到外 也可以从外排到里 好 我们今天因为要把洋芋全部用掉 所以要很豪迈的 不要太小气 全部把它覆盖在上头 这样子一圈一圈的这样把它排出来 好 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洋芋片呢 全部都排在这个烤饼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就像鱼鳞一样 全部这样子排得满满的 而且不要小气哦 如果可以排到第二层的话 你就把它排到第二层 也不要紧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送到烤箱里面去了 那今天我们有220度的火温 大概要烘烤个20分钟 不过提醒大家 如果你希望表面上色上得很漂亮的话 你要尽量把这个烤饼往上一点点放 让它上面的受热比较多一点 那么烤出来的颜色才会比较漂亮 现在我要把它送到 已经预热的烤箱里面去烘烤了 好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烤饼送到烤箱里面以后呢 我们只要再等20分钟 这样子我们的焗烤洋芋牛肉就可以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的洋芋已经烤好了 我先要去把它拿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烤好的样子 好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把洋芋这样烤的这样子焦焦的 那为了漂亮一点 所以我还要再帮它加一点点的香料 那么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加一些剁碎的香菜 那这种香菜你可以用普通一般菜市场 买到的中国香菜 或者是你比较喜欢这种西洋香菜 就是大家说的巴西利的味道 都可以我们把它切成这样碎碎的 或者是说你家里头有 现在我知道很多人在家里面的窗台旁边 会自己种一些香料 譬如说什么迷迭香啊 还有一些百里香都可以 把它切碎了以后 我们把它这样撒上来 这样有绿色的东西点缀在上面 它才会漂亮 好 当然了等一下拌进去以后 香菜的味道跟牛肉融合在一起 其实味道也是很好的哦 好 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放到盘子上面了 因为今天我们用的是焗烤饼 那么所以我们把它放到盘子上面 下面要放一个点盘 OK 好 那现在这一道焗烤洋芋牛肉呢 就完成了 等一下我可以上菜了哦 你想马上做做看这道简单又好吃的 焗烤洋芋牛肉吗 我们一起来把它的材料再记一遍 在40 Skin 1更加烤的白糖 就像冲磊一样在 quero ride 火加烤洋芋牛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